好,接下来我们看立体 双变数连续函数的四则运算 判断F等于NATURELOG Y的三次方,减掉X的三次方 在0,1这点是否连续 所以首先,我们先求出它在0,1这点的极限值 NATURELOG,Y的三次方减X的三次方 取极限,XY取近于0,1 接着,我们试着将X等于0,Y等于1 带入这个四值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,Y的三次方 会变成是1的三次方 减掉,X的三次方带入X等于0 所以等于0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NATURELOG 1的三次方减掉0 也就是NATURELOG 1的三次方 接着,我们可以利用对数力 将三次方提到前面去 变成是3 乘以NATURELOG 1 而我们知道,NATURELOG 1 会等于1 所以 它的极限值就是3 接着,我们再看它的函数值 将0,1 这个点 带入这个函数值当中 变成是 F of 0,1 会等于NATURELOG 1的三次方 这里也是一样 利用对数的性值 加3 移到前面去 变成是3乘1等于3 所以 由于极限值等于函数值 因此 此函数在0,1 这点 是连续的